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伙优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丽临2016年美国纽约 卢尊宏台长世界伙优见面会 首先,恭喜今天前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感恩前来祝援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地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 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国光普照,甘露变杂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新灯,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 卢尊宏台长太平绅士 二十年如一日,无常望我救度众生 使伯伐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令全世界一千万人学博修心改变命运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尊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马来西亚皇室次丰拿都终身荣誉结尾 以及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 西安娜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 卢尊宏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博教领袖一同出席 二零一五年联合国备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 二零一五年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国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时隔一年卢尊宏台长 心系北美众生 在香港与马来西亚五万人大法会之后 不辞辛劳 奔赴北美五帝红法度众 今日我们有缘汇聚纽约 共瞻法喜 共睦国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令众生净化心灵 民心渐性 感恩恩师卢尊宏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今日拜师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摘下一朵莲花 延续会命 启发菩提 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慈悲精神 以师父为榜样 弘扬人间 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 有缘众生 携手将心灵法门 佛法之音 传遍四方 让观世音菩萨 慈悲之光 照亮世界 祈愿众生安康 世界和平 卢君红台长 不辞辛劳 心细众生 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 顾不上休息 仍然坚持为我们现场开始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 卢君红台长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正乃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菩萨 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世界各国的我们的各位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来到纽约之后呢 又能度到这么多的弟子学佛拜师 天上呢 又多了很多的莲花 法床上呢 又进入了更多的菩萨 这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 人间有情便佛情 佛情有情慈悲情 那么这次到美国来呢 是北美的纽约市北美的最后一站了 让师父呢 感受到弘法真的是救度众生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能够救度众生 那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不知道修了多少辈子 才能有这么机会 才能来帮助别人 所以要珍惜我们的姻缘 那个今天啊 今天呢 拜师的时候呢 所以我说了今天90%以上的弟子都非常好 而且这些弟子呢 都是修得不错 而且非常浅诚 我说他们能够看见很多东西 果然 你看他们就看到这么多东西 菩萨 都是菩萨 我呢 把这些呢 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因为时间有限 我只能再一点点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师父从我学父开始一直加持我 电话我 他当时呢 跪在那里的时候呢 他说脑海里的一幕幕当时我怎么帮助他呢 他说在镜头完全都出来了 他一幕幕全看清了他的眼泪滋流 然后呢 这一位是说他就是跪在那里 师父把他加持的时候呢 他呢 这叫余茜 弟子余茜 他呢 白茫茫的一片他看见了 这个不是一个人看见的 好几个人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那么 然后呢 这个叫袁喜音呢 他我感觉身体往上拖 越升越高 越升越高 越往上升 身体越轻 身到比坐飞机还要高的天上 他说有蓝天白云 他都看见很舒服了 他说他不想醒过来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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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要醒过来啊 以后可以不醒了啊 这个 这个是欧灵卢 欧灵卢 他说他走进大殿的时候呢 他说他就闻到檀香 他说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团团的白光 刚才大家看到 那个人也是说看到白光 他也是看到 他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我的心觉得干净得不得了 他说白光一直到加持结束才退去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我只能卷一点点啊 他说我叫陈志荣 来自纽约共修主 当我第一拜时 我就看见了一朵红色莲花 一条红线贯穿过来 他们这些人 很多的孩子都是眼睛真的看见的 所以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接下来 今天早上 我的左膝盖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 痛得很厉害 经过师父的加持之后 大的包神奇的不见了 现在基本上不痛了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另外当师父开示的时候 我看到了师父头上明亮的光环 成为师父弟子之后 我要更加好好地去学佛 因为佛法真实不虚 照以美 这个呢 就是他在拜师的当中呢 他眼睛全部看见了 殊胜的景象 他说当时有芳香 有檀香 他说我感到格外的清爽 他说闭上眼睛一片紫色的光 在光芒当中 我有看到发亮的朵朵云彩 因为这些他们眼睛虽然闭上 他们不是睡觉 是完全是醒着的 所以这个概念不一样 他说在光芒当中 我看到发亮的朵朵云彩 宫殿般的建筑 在师父开示的时候 我在观世音菩萨像的上方 一个法师形象的菩萨 我心想可能是地藏王菩萨 观世音菩萨画像上出现 无数个闪烁的观世音菩萨的光影 在菩萨画像下方看到 师父的法身的轮廓 观世音菩萨周围是一圈紫红色的光环 他是洛杉矶工修主的叫金华星凯莉 真的很多 我只能挑一点给大家讲 因为很精彩 他说当时我太靠近了 有一丝丝的垂直光线 往上眼前出来一幅画面 我到了庙里看见菩萨 菩萨的左面是一尊中等大的菩萨 右边的菩萨略微小一点 在菩萨的前面有两位和尚 和一位尼姑在拜佛 到底菩萨是谁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请师父指点 我就告诉他 他在天上看见了菩萨在拜佛念经 这个写得比较小 这个是看不见了 基本上就是说 他说他看到孙悟空定海神针 远处在笑他 他说他以为他能看到猴年了 猴子了 紧接着他想到师父昨天说的 斗战僧佛喜欢和鸡公菩萨在一起 他说他看见鸡公菩萨就站在斗战僧佛旁边 手拿着那把破扇子 两位菩萨一起笑我 我心想他们是很幽默的 智慧的菩萨 表面上看起来像捉弄人 实际上他们是妙法度人 所以菩萨一直在笑我 他说最后鸡公菩萨用扇子敲了小和尚的头 可能说他吧 说好好看看鸡公游记 好好地开悟吧 哈哈哈哈 师父其实在念这些的时候 我也是发喜充满 我等念完之后 我告诉你们详细的情况 那么弟子正编号是22668号 叫关小英 他说呢 他清晰地看到师父站在一个舞台上 有一群小孩涌向师父 师父很慈祥地摸着孩子们的头 叫小孩们慢慢地走 别摔倒了 其中有一位小女孩焦虑地跑向师父 师父把她扶住 怕她摔倒 这是弟子亲眼看见的 这个呢 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共修组的 叫杨松泽 他说呢 今天终于可以在纽约拜师了 他说在师父上香的时候 我就看见前面光很亮 师父的位置变成了一道光柱 这是真的 他说当弟子拿弟子证的时候 师父给我们开示的时候 我再次面对师父闭上眼睛 我心里想看看 可不可以看到师父的光影 可是让我看到的 一个有大约50公分直径的 没有开放的白色莲花 然后看到一个白色法杖 在莲花的右后方 就是拿那个方 就是那个法杖 然后呢 有一个白色皇冠的法杖的上方 我就眼睛睁开了 心里我不明白看到什么 什么殊胜的景物 一直到师父开示结束的时候 师父说 今天有观星菩萨和地藏王菩萨都来了 我才恍然大悟 我看到的居然是地藏王菩萨的法杖和皇冠 我这辈子一定要修心 我今天因为修心还不够 所以没有看见地藏王菩萨的脸 大家看 我告诉你们 其实斗战圣佛 每次我们开法会 他都在 激公菩萨也是经常来 来了就走 但是观星菩萨每次都在 尤其今天拜师的现场 师父一进来一看见 我马上合掌 我看见地藏王菩萨 哇这个光环拿着法杖 所以我后来先跟大家讲的 果然我说你们有谁看得见 真的有人看见 那个我们呢 大家要知道 知足要快乐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非常的知足 在美国呢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估计 平均每天呢 有350人吸食海洛因 350人 有4105人在急诊室等待治疗 你想想看 有350人 一天呢 还有79人会死亡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一天哦 人一旦学坏 你就等于进入了恶梦了 你很难醒过来的 人身上的恶习太多 我们很多人吃喝嫖毒 贪承吃慢衣 如果不学佛 改正 等待他们的 只能是地狱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要珍惜佛法 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 人生是一次长途的跋涉 走好每一步 珍惜我们沿途中的 每一次感情生活 每一次就要学会感恩 如果你不能珍惜 生命当中每一个人 包括你的妻子 你的先生 或者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朋友 你很快的就会失去他们 你只爱自己 不爱别人 你会活得非常的孤单 所以一个人 要学会爱别人 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走出来就是爱众生 爱别人 不是爱自己 只有把众生 放在自己的心上 你才会明白 为什么我没有迷茫 所以内心的苍凉 就是没有众生和智慧 所以很多人说 我很痛苦啊 我这么难过啊 实际上他就是 没有内心的那种慈悲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孤独 实际上孤独的人 他就是没有众生 没有别人 所以他活得很累 人只有明白 自己 你才会相信别人 有时候 自己迷惑了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方 所以脱离众生的人 会造成自己 孤独的人生 我们不能跟别人离开的 记住了 我们学佛人 今天学了 我们必须永远的 和大家在一起 如果哪一天 你已经失去了众生 你就是一个人修 你就是一个人在家里 你可能会迷惑 颠倒 你不知道自己修到哪里 所以希望大家 要学佛 要懂因果 珍惜缘分 有时候想 为什么人家不喜欢我呢 不理解我呢 其实你们记住了 人家不喜欢你 不理解你 不需要任何理由 两点 一是你的缘分 二是你的为人 所以有缘分 再加上自己做人好 你一定会 大家都喜欢你 如果你跟这个人有缘分 你又不肯 好好地做人 对别人好 你也会失去 学会给自己心中 一块净土 就是给众生 一个心灵的陶冶 所以不争不抢的生活 是你借甲修正的真实写照 就在前两个月 大家想一想 台湾 这个桃园机场 联络到一辆旅游大坝 最后着火了 车上有26个人都遇难 大家想一想 大坝起火非常少的 对不对 因为其中还有很多的 我们中国的 那个24名辽宁的旅客 一名导游 一名司机 最后呢 已经基本上证明了 这个司机啊 他的劣根性很强 他曾经性侵女导游 要被判刑五年 所以我有时候说啦 女孩子啦 做导游也是很危险的 而且他扬言要干一票大的 因为现在警方已经怀疑 他报复行为 因为在车上发现了 五个汽油桶 不排除他自焚的行为 实际上他是 现在查出来 他真的就是自己 他不想活了 那么26个人陪葬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人的称恨心 不但造成了自己的 对自己的伤害 而且造成了 对别人的伤害 那些人想不通 带着恨心的人 为了报复 他不惜伤害他人 所以大家想一想 有个忧郁症 在德国航空公司 对不对 趁着那个副驾驶出去的时候 他就把门一锁 就直接带着飞机 撞上山牙 所以你看现在的飞机 有个新的规定 所有的人 如果有副驾驶出来用卫生间 必须有一个空服人员 进去陪着这个驾驶 一直等到他活出来 就是怕这种事情再发生 所以我们很多人 为了报复别人 不惜伤害自己 还伤害别人 伤害别人的感情 和伤害别人的身体 和自己的身体 来泄愤 这种愤怒 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满足 要带着一个陪葬 所以这已经是到了 人间地狱的思维 所以一个人想不通了 这个人就是在地狱里一样 希望大家一定要想通 在人间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想不通的 一个人修心 只有修到真正的放下 生死的时候 心中才怀着永恒的慈悲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人修心 无所谓生死 这个人就慈悲心出来了 你们看看 我们很多人 不在乎自己 拼命地去救别人 这种人就是拥有慈悲心 你们现在很多人在马路上 在纽约的马路上 在洛杉矶 在加拿大 他们都在马路上渡人 他们不惜自己很累 水都没喝 不停地在渡别人 这些人 他是心中拥有慈悲心的人 所以在人间 千万不要以恶制恶 因为以恶制恶 无法起到 根除邪恶的效果 你跟他今天斗 他明天再跟你斗 你们去看看 有一个人打官司 在我们澳大利亚 将近打了十年 几百万打掉了 最后宣布破产了 因为要记住了 这个以恶制恶的话 今天你好像赢了 法庭上判你赢了 但是呢 接下来他又再回告你 你接下来又输了 所以当一个人 能用他的慈悲心 去感化对方的时候 那种能量 是比任何武器 更强有力的能量 所以一个人感化别人 那是最重要的 你们很多人 在家庭 在什么地方 都是靠感化的 所以很多人 不知道 什么叫慈悲 所以一辈子 他得不到别人 对他的慈悲 所以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样 对别人好 他就永远体会不到 别人对他怎么好 所以希望你们 弟子啊 学佛的人 都要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改变自己 以宽容和忍让 让接纳对方的攻击 别人攻击你 你就笑一笑 宽容一点 没有关系的 以微笑 回应 世俗人的讽刺和挖苦 你们想一想 现在谁不被人家讽刺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网上 你写一句 人家都会 叫楼下都会 有人骂你 对不对啊 是不是叫楼下 我不能上网呢 我现在要越来越清晰 我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知 弘法度众 所以 有时候 你要包容 对待他人的误解和过失 做人 不要急躁 很多人 你去看他急得不得了 做什么事情 恨不得 马上就做 累啊 有些事情 不能这么急躁的 要忍辱不变 就算错了 就算人家冤枉你了 你不要去辩解啊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啊 这个我们在海外 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华人呢 真的很喜欢辩解 人家西方人跑过来 说你错了 啊 我们这个华人总是 找出千条理由 万条理由出来 啊 because 啊 but 啊 然后说啊 因为所以不但而且 不但的去讲 讲了最后 是要解释你这个错误 记住了 这个果已经是错了 再怎么解释 都没有用 所以西方人很厉害 他知道自己错了 I'm sorry I'm sorry 你不能再讲了 结束了 对不对啊 哎呀 我们不对啊 找出任何理由 才来把你这个 已经被人家认为 大家都知道是错的事情 再继续 翻过来 最后大家都说 哎 这个人肯定是错的 傻的不得了 所以啊 我们 对众生啊 不能太急躁 有时候你帮助别人急躁 你也会出事啊 我小的时候啊 听过一个故事 你们听过就假装没听过 说有一个眼睛啊 哎呀 近视眼镜的 不得了一个老伯伯 这个杨平底啊 哎呀 就是一圈一圈的 他拿了一个油瓶啊 去打油 打油的时候呢 上面有一个绳子牵着 老先生看不见了 跑到那个店里 酱油店里了之后呢 他老先生呢 钱面放在里面 他抖抖说说要去拿 那拿的油瓶不方便 他看看哪里有钩子 一看啊 这里有根钉子 他就慢慢地 抖抖说说往上一放 刚刚一挂嘛 啪一下 倒下来碎掉了 为什么不是钉子 是一个苍蝇飞掉了 苍蝇飞掉之后呢 倒是小事情了 因为苍蝇飞掉之后呢 他老伯伯气得不得了 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再去拿油瓶 这个时候呢 店里那个人很急躁 一看 哎呀我要帮助他 哎呀这个老伯伯很可怜 就在他原来的地方啊 真的钉了个钉子在上面 这个老伯伯嘟嘟说说 拿了个油瓶又回来了 眼睛不由自主的 刚刚一看很不开心 一看那个地方 哎 好啊 你这个死苍蝇又来了 我冲过去啊 拿个手啊 踢一打 结果把老伯伯手都砸破了 所以 所以 这个故事从小就让我印象很深 我就觉得帮人也要慢慢的帮 就是救度众生也要一点点来 有些人 我们现在很多佛友去度人的时候 就是这样 脾气太急了 你怎么不相信的啦 你怎么不吃素啦 你这个不可以的啊 跟老公吵起来 你看 你这都一点不开悟的 你这种是 你下地狱的啊 你啊 好了 人家不休了 对不对啊 所以做人要有耐心 一定要有耐心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你要对众生之苦 充满着恻隐和怜悯之心 一定要可怜别人 你就不会给人家争了 想想看 大家都是很可怜的 淡然而无畏 什么意思 平淡当中见真情 是一个人 你去看 两个人好的嘞 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一定会吵架的 这两个人一定会崩掉的 你去看淡淡的 每一次跟他很好 我们怎么样 这种人能够时间长了 所以你去看 好的不得了的人 时间长不了了 所以 慈悲而祥和 你们记住了 慈悲的人非常祥和 祥和的人很慈悲 笑嘻嘻的 你好 这种人他有自卑心 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道理 那就是觉者永恒的心态 一个觉悟的人 他永恒的心态 他永远是非常的祥和 就是非常的慈悲慈善 所以希望你们都要想成佛的话 必须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毛病 守戒 改变自己 修心虽然是很痛苦的 但是修成了 我们会无比的幸福 就像刚才我们一位佛友一样 到了天界 看了这么漂亮的风景 都不想下来了 太早了一点了 现在你不想下来 师父也得把你拉下来 因为你还有家呢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学佛人 师父教你们要做人要像水 你们知道水有什么好吗 要做人卤水 别人好了 我们就退去 把这个水就退去 永远不要淹没别人的成绩 别人不好了 我们就涌过来 永远不要去暴露别人的缺陷 所以学水一样 你进步我们随行 我们绝不让你孤单 你静静的学佛 我们会常享受 想一想 现在供修会 很多的佛友 不就是这么在做人吗 你好了 他们法气充满 你不好了 他们非常的难过 所以让我们在人间 这块污足的之地 要修出你的悟性 和真正的智慧出来 你们知道 修行静坐 能够产生很大的智慧 告诉大家 当年清朝年间 乾隆皇帝下江南 来到长洲的天宁寺 有人打小报告说 哎呀 皇上天宁寺的主持 他们不守清规戒律 乾隆去了之后 他就略带不满 然后这个主持就来接待他 结果呢 乾隆皇帝呢 讲话也很厉害 他不客气的就说 请问主持啊 你有几个妻子啊 哇 跑上来就这么厉害啊 你知道这个主持怎么回答 笑笑的说 两个 嗯 你看 乾隆一听 非常的精密 因为主持怎么会有妻子 对不对啊 他就问了 哪两个啊 结果 这个主持慢条思理的说 啊 夏拥竹夫人 东怀汤婆子 不正是两个妻子吗 竹夫人是什么 就是竹子 竹藤子 是一种清竹编成的 一种像笼子 叫一个长的笼 因为他整个的笼子打通之后呢 会有洗几多的疯孔 垫在啊 这个头上面呢 就是很凉快 实际上 他是夏天抱着睡觉 整个他睡觉 可以消暑 他就说 啊 夏拥竹夫人 汤婆子呢 是一种用铜 锡和陶瓷做成的扁圆形的 放上热水之后呢 可以在被窝当中的取暖的汤婆子 乾隆皇帝他当然知道了 他听后微微一笑 而后又心生一计 他要试探一下 这些和尚们到底听从圣旨 还是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 你看看 要有智慧啊 然后他命手下的人拿来很多的鸡蛋 赐给住持和其他的和尚 并命他们坐施一手 吃下鸡蛋 你不吃鸡蛋 违抗圣命 你吃着鸡蛋 你又没有守戒 那怎么办呢 看看住持是怎么样能够应对这些事情 僧众们下面那些其他的小和尚们呢 或者那些法师们呢 他们都非常惊慌失措 大家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住持身上 这时候只见住持微微一笑 手脱鸡蛋 不慌不忙的念道 皇上赐我一个桃 既无何来又无毛 老僧带你西天去 免在阳间哀义道 住持说完了就吃下了鸡蛋 乾隆皇帝本想用这个鸡蛋呢 是荤食还是素食 很难说的 因为鸡蛋呢 它是这样的 能付出小鸡蛋 就是会荤的 一般的付不出小鸡蛋 是所以素的 所以很难说它想拦住这个住持 而聪明过人 智慧超群的住持呢 他把鸡蛋呢 说成是水果 他说是个桃子 他化解了乾隆这一个难题 乾隆皇帝只好作罢 从此天宁寺的和尚就可以吃鸡蛋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随缘修行啊 妙法度众啊 学会人辱精进啊 我们人 很多人说 师父啊 那么我 一天那么忍辱 我忍不下来了 我到最后忍不住怎么办 忍不住 也得点 这就叫修行 对不对呀 记住了 我们完全依靠忍耐的方法 达到忍辱的境界 不是最高境界 为什么呢 你也得忍 也得忍 你还是在个忍字上面 你比方说 这个忍耐的忍字 是心字头上一把刀 这把刀夹在你心上 你不能忍耐 你就刀割心 就痛了 就难过了 苦了 如果这把刀 你不去碰它 你心上就没有这把刀 所以学会忍耐 就是不要把这把刀架在自己的心上 所以呢 忍 要懂得 虽然忍耐是一个修行 但是要懂得 不要再去想忍耐 连忍字都没有了 那你叫 无声乏忍 那这样的话 我连忍字的心都没有 我要耐什么 没有忍 哪来的耐啊 所以忍耐就无声无灭了 对不对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很多人开车 被人家 后面顶着 按喇叭 气得不得了 当时 哎呀 忍耐吧 不要搞事 对不对啊 过一会儿 开到目的地之后 你们还要忍耐了 早就忘记了 所以 不要忍耐了 叫做无声乏忍 所以呢 你连忍耐这颗心 以后都没有生出来 人家欺负你 骂你一句 忍耐 君子报仇 誓言不完 这小子 我终有一千 这就叫忍 对不对啊 人家按你 骂你一句 这个人怎么 修得这么差的 我要好好的度他 哎呀 我以后修得好了 我要度更多 有缘众生 包括他 让他明白 骂人是不对的 你马上就不生气了 要忍什么 没有什么 可以忍耐的事情的 大家听得懂吧 好好修 说话 师父教你们 你们今天都是弟子了 对不对啊 穿了归归句句 你们都是弟子了 说话出自天性 一个人说话是天性 沉默出自智慧 一个人如果能够沉默 他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一个人讲出来的话 非常合理的话 就是和 和就是和 我们说和和神众 跟别人和在一起 你们知道和不是人 一个口字吗 对不对啊 人一口则为和 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上面 经常讲 早就暗示我们 一个人啊 一个人啊 一个嘴巴是最要紧的 一个人的嘴巴 一个人的嘴巴 一个口字啊 人生一世啊 你如果少开尊口 你讲出来的话 要如理如法 那就叫合理 所以沉默的人 就是少说话 所以一开口 你就要合理合法 这才叫合字 所以叫合理啊 师父不是这么好当的 要备课 要教育你们这些 已经修得很好的底子了 好意思啊 记住 师父讲过几句最重要的话 你们一定要记住 很少见有人因为沉默而后悔的 你们记住了 不讲话能够沉默的人 他不后悔啊 还没有出口的言辞 绝不会伤害别人 也不会伤害你啊 你们想一想 多少人讲话 一出口 哎呀 我真恨自己 我蛮好不要讲的 我为什么 来了 不要打自己 你们记住 很多人一讲话 总是喜欢脱下巴 你们知道脱下巴 就是不要讲话 顶住啊 不让嘴巴动啊 所以你看 叫他沉思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这样 沉思 一张照片 沉思这样 沉思是这样 不叫沉思啊 所以顶住你的下巴 不要乱讲话呀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记住了 因为沉默永远不会出卖你的 所以保持沉默是保护自己 不被伤害的法宝啊 一开口得罪人 你就被人家伤害了 对不对 一开口 人家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 就很多很老实的人 他一开口 哎呀 那些骗子一看 这么老实的人 他觉得我不骗他 我有点对不起他了 所以要记住 少开尊口啊 尊就是尊敬的尊 少开你的口啊 你才会合理呀 所以学佛人 要么不开口 一开口就要 口吐莲花 心胸宽大 你今天叫我讲话 我一开口就说 哎呀 老妈妈 你精神这么好 老伯伯 你好好修 你一定会很好 你一定会 身体健康 会长寿 永远要说好话 永远不说没必要的话 不说没有意思的话 因为你说了没有意思的话 就等于你发出了没有思维的声音 就是没有思想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很傻的 没事的时候 看见人家不讲话 他就不停地 天蛮好的啊 你饭吃过了吗 不停地去逗人家讲 人家要休息啊 很多人坐在那里 他不讲话 并不代表他没在思维啊 你坐在那里 你看他不讲话 哎呀 你为了让他开心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去拍领导马屁 傻傻的 其实领导在想很多事情 他并不是脑子空的 这个边上一看 领导不开心吗 哎领导 哎哎怎么样 哎领导 你这个 我们怎么 人家烦啊 你把人家思路打乱了 所以很多太太在算 今天我要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东西 老公一看他 哎 你怎么怎么 要烦我 来了 这种人就是没脑子 所以要懂得 我们学博人 当人家 师父教你们做人啊 学博都是一样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当人家一言不发 只是听你讲 在点头的时候 你就该停止你说话的时候了 所以你们说 为什么师父有智慧 师父智慧就是这样的 你看我跟别人打交道 如果我跟别人讲话 这个对方只是 实际上他已经不大要停你讲话了 你赶快就停止了 对不对啊 如果他对你这个话有兴趣的话 你跟他讲 哎呀 张局长啊 怎么怎么讲 他说嗯对啊 是啊 那后来呢 就说明他喜欢的 如果你听见这个张局长 他就冲着你 嗯 嗯 心中山 你这个王 你再说呀 啊 你再说呀 你这个傻瓜 你再说呀 人家不讲话了 就是不想再跟你接词了 你还要讲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有点净水了 对不对啊 所以记住了 会看人的人 真诚者寡言 你看这个人讲话 对你真诚不诚诚 言语不多的 寡言 啊 学博人寡言 我们学博的人 为什么你们看法师不大讲话呢 对不对啊 一开口 阿弥陀佛 他不讲话 他什么 他没有人间的是和非呀 在心中没有说这个是对的 就不会有错的 非得出来呀 如果你心中说 嗯 这个是对的 那就有非出来了 所以是非是非 有是 你认为这个是的 那就非就出来了 所以寡言的人 就是思维的人 哎呀 嘴巴讲的都是真没脑子的了 所以你听他讲话 讲的一套套的 你不要去 太相信他 所以宁可寡言 情思善 就是话少一点 脑子里多多的 善言多一点 物应乱言 断人 毁命 所以不要乱讲话 断人 毁命 你看师父跟你们上课 跟你们讲话 不多说的 我讲的话 都是让你们点头 让你们心里觉得 嗯 说的真的是的 那这样的话 多说一点 大家愿意听啊 否则你怎么学博呀 一开口呱呱呱呱呱呱呱 记住 情愿憋不住想多说话的人 有一个方法 好好念经吧 所以在传统文化上面讲 失足有可追 你今天失足了 做错事情了 还能追上 有可追 失言难挽回呀 所以人家说 一个人讲错话了 很难挽回呀 你们记得了 一个人一言即出啊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啊 很麻烦的 所以言而无当 就是你讲话 讲得不恰当的话 不如念经为上 学好佛 首先不能生气 要消冤解气 生气不仅无济于事 还会使人丧失前进的动力 而争气则相好 正好相反 能够变生活中的主力为动力 大家知道 有一个领带 很有名的 叫金利来 金利来这个领带呢 这个老板叫郑县慈 刚做生意的时候呢 他呢 也是很可怜的 他做了点领带呢 根本消不出去 他只能一家一家西装店 去推销自己的领带 但是他呢 还没说几句话呢 有一天呢 就被老板骂出来 他当时很生气 他一想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我什么话都没说了 你老板就把我骂出来 这有点不合理吧 他不开心 于是呢 他第二天为了 到底知道老板 为什么把他骂出来 他就到咖啡店 去要了两杯咖啡 然后呢 端着两杯咖啡呢 到西装店 想去向老板道歉 刚走进西装店 老板一看 又是他 火又来了 刚想发火 可是 郑仙慈他就说 啊 这个老板 我今天是特来向你道歉的 我想请您告诉我 昨天 为什么我一进来 我话都没说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为什么你就突然之间 骂我 说我做的不对呢 这个老板一看 郑仙慈的态度很诚恳 不像 是来捣蛋的 老板的气一下子消了 大半说 你不知道啊 你昨天的推销的时候 你都不看看我在干什么 我正好在跟别人谈生意 你一来跟我去讲话 差点被你搅合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这个时候 郑仙慈再一次向他道歉 老板一看他那么谦虚 不仅对他产生了好感 一番交谈之后 老板就让他的领带放在自己 因为这个服装店是很有名的 放在他的店里来销售 并且还将他介绍给了自己一些生意的伙伴 曾仙慈打开了领带的销路 最后成了领带大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遇到别人的职责 生气不如 好好的争气 心态去要好 诚恳地检讨自己的不足 能让拒绝你的人 接受你 能让讨厌你的人 喜欢你 能够让否定的你 人的人认可你 甚至让反对你的人 能够来帮助你 你这个人就叫有能量 所以要学会谦虚 学会能够低下头 这个人就会拥有佛的光芒 你们记住了 那些凡事与别人斤斤计较 欲事必争的人 自以为很聪明 其实是小聪明干大蠢事 我们不在意 就是不争争 有时候无为之为 大致若愚其乐无穷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人 不要跟别人争 别人反而觉得自己会不会做错 比方说别人骂你一句 你笑一笑 对不起 你走了 人家反而想一想 哎呀我刚刚骂他 失言了 夫妻都是这样 如果先生骂你 你不回嘴 你还说 对啊我是做得很错 你看他还会骂 他不好意思骂 你骂他一句 他骂你一句 越骂越凶 所以一方要冷静 所以不在意的人 其实是超越了自我的人 因为他没有感觉别人在骂他 他没有自我了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别人讲一句话 他说你这是在做我 师父经常在开示的时候 我讲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啊 他讲很多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 很多人就说了 师父啊 接受接受之后 说师父啊 你是不是在骂我啊 你是不是在讲我啊 那是比较厉害的 还有很多人 看完这个师父开始之后 跑到后面来 师父感恩你哦 我知道你今天在讲我 我接受你的意见 我讲谁了 讲了大家的通病啊 所以人就是对号入座 所以我们人要超越自我 不要被所事牵绊和残扰 身心才会获得解放 你才会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呀 这个有时候缘分就是缘分 记住了缘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 世界是公正的 只有将痛苦消去 你才会拥有幸福 其实痛苦往往和幸福是双胞胎 你们记住有苦的人以后一定有幸福 有幸福的人一定以后会有痛苦 所以痛苦要忍耐 承受痛苦就是提高自己的自信力和忍耐力 所以苦的人容易产生怨力 所以为什么要苦修才能有怨力 想在人间拥有幸福 就必须让别人幸福 懂得爱别人 才懂得爱自己 那个台长有一个听众打听电话 台长两个儿子看毒疼 一个儿子身上有猴经 浑身乱动 晚上不睡觉玩游戏 另一个孩子身上有灵性 台长看出他们家族里面有沙夜 听众承认老一代杀过很多的畜生 台长指出先养后杀 听众说对 所以很多人说 我养猪啊养鸭养鸡啊 你把他养大干嘛 你不就是给人家去杀的吗 这也叫杀业 我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诶 师父 我想问一下 我儿子和涂承 03年涂扬了 想看他的情况 因为学校不太接受他 什么不太接受 不是学校不太接受他 他现在浑身乱动 对对对 你的儿子有个猴筋在身上 所以他不停地动 嗯哼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晚上不太喜欢睡觉 嗯 很吃才可以睡觉 对啦 玩游戏机 对 你要救你儿子 给他念小房子啊 好 OK 那师父 不好意思 我在走了 我因为那个儿子看出他们 02年 数码的 是一样他还是很 很靠动 你这个儿子跟你那个儿子 两个人啊 嗯 都有灵性在身上 OK 所以你要当心吗 你们家族里面有杀业了 有 以前老一代都有杀畜生 现在是养畜生在杀的 老一代 对对对对 这很麻烦的 要念很多小房子 两个小孩子 一个年六百张 一个年八百张 好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佛法当中啊 有一个啊 大家念经心经里面 有个五苦即灭道 对不对啊 那么实际上呢 我很喜欢跟大家讲 苦即灭道啦 还有呢 这个四圣地啦 大家知道人生有八苦 但是很少 很多人说 人生八苦 大家都知道 但是人生有三苦和八苦 你们知道 这个三苦 我为什么今天拿出来 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三苦啊 所以你们不知道 这个三苦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三苦 你们不知道 就知道 比方说 得不到苦啊 对不对啊 求不得苦啊 对不对啊 离别之苦啊 这种苦 就生老病死苦 对不对 八苦 那么三苦里面 第一苦会叫 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第一苦叫苦苦 佛经里面 第一苦叫苦苦 苦得不得了 苦了还要苦 叫苦苦 苦苦是什么呢 记住了啊 是指啊 正在受痛苦时的苦恼 什么意思啊 已经受痛苦了之后 还为这些痛苦在苦恼 叫苦苦 现在知道了吗 比方说 突然之间跟老公离婚了 很苦的时候 心中越想越苦 实际上就是苦苦 明白了吗 就是为了这个苦 增加了你更多的苦 这就叫苦苦 这简单讲 二 第二 第二个叫什么 叫坏苦 坏苦是什么 记住了啊 很有意思的 坏苦就是享受快乐 结束的时候的苦恼 叫坏苦 你们知道 这个苦很多人不知道的 比方说你们跟师父在一起 你们很快乐 对不对啊 你看看 每一次在飞机场 很多人送师父的时候 开始看见师父很激动 师父啊 等到师父一走掉了之后 很多人哭了 不舍得师父 就像我们今天晚上 如果在一起的时候 很开心嘛 对不对啊 等到结束了 哎呀 又孤独了 很多人又哭了 就像开个party 哎呀 过年了 哎呀 年初一还没到 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 都很开心 要过Holiday了 对不对啊 等到一过去之后 哎呀 这个苦 现在明白了吗 这叫第二苦 叫坏苦 就是享受快乐 结束之后的苦 现在明白了吗 很厉害了 第三个苦 叫行苦 行是什么呢 就是不苦不乐食 我没有什么苦 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候 这个时候被无常的变化 自然的支配的苦恼 也就是说 我就是今天像你们 没有快乐 也没有什么痛苦 天天过日子 但是一会儿 人心变了 一会儿人变得越来越老了 你就算天天没有什么苦 你的头发掉了 你过一会儿牙齿掉了 你过一会儿 人老的腿突然之间走不动 这些自然的变化的一些 无常的苦 包括生老病死 这里边 由此三苦 引生出来的八苦 所以这个三苦 那是一个根的苦 所以希望大家 要好好地学 如果你们以后想听师父 我本来今天还想跟你们讲讲 这个 这个 无苦即灭道 苦地 这个苦地 灭地 这个道地 极地 他这个四个地 就可以讲很多 我过去在 这个弟子开车的时候都讲过 以后有机会慢慢跟你们讲 你们如果想听这个八苦的话 我下次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八苦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吴三桂 历史上吴三桂 因为忍不下妻妾被褥 就是妻子 因为过去的男的还可以娶那个妻 就是那个老婆 第二个老婆 第三个老婆 被褥 冲冠一怒 这都是历史上的 冲冠一怒 就是说为什么说 人一发脾气啊 哎呀 头发都竖起来了 冲冠 把帽子都可以 蹦弄掉 所以你看现在 很多年轻人 你看那个头发 全部竖起来了 所以你看他火气大 他动不动就吵架 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 现在头发全部竖起来了 对不对 冲冠一怒 未红颜 周公井 就是周瑜 敬不起三桂 被诸葛梁三桂 周瑜 因短命而亡 气死了 所以你们不要生气啊 真的气得死人啊 反之含信 能受跨下之路 跨在下面之路 历史奋发 终能败相称王 终能成为一个宰相 成为一个皇 抒情 历史上抒情 不辞于父母凶手 就是大家都讽刺他 看不起他 他为了奋发读书 悬梁赐骨 终能为六国相应 六国相应 就是六个国家的宰相 他握的打印 是这样 那么 你们肯定听我这么一讲 肯定很想知道这个故事 我能简单地把 这个几个人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 这个吴三桂啊 吴三桂啊 他是明末清初辽东人 辽东人 当时是晋州的总兵 总兵就相当于 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司令 一个总司令 是明末最有名的 叫铁骑部队 铁骑部队 他是一个司令 李自成当年逼近北京 逼近北京的时候呢 崇祯皇帝自杀 大家知道 崇祯皇帝跑到花园里去自杀了 北京失陷 北京失陷 吴三桂呢 就退兵 自保三海关 他就带着这个兵呢 退到三海关 当时呢 李自成多次遭祥他 就是说 把他拉过来 就知道他很厉害 想叫他招想 因为呢 招想他 就是在他思考的时候呢 没想到 这个吴三桂的妻啊 就是他的小老婆啦 老婆啦 被 陈远远 他很爱的这个老婆呢 被李自成的部将 掠去了 抓去了 然后呢 这个吴三桂的爸爸 也被抓起来了 哎呦 这时候 他大怒啊 他怒得不得了 他情愿 我也不招想你 他就请清兵 我去把清兵请来 陆关 去灭这个李自成 李自成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气得不得了 组织了二十万大兵了 大兵了 压进去跟他打 赴三海关去 升公讨 吴三桂 这时候呢 最后呢 李自成 大败 大败了 然后呢 吴三桂呢 在湖南 恒州 自己称皇帝来 称皇帝 童年在长沙 病死 这就是当年 吴三桂 为爱情 他失去了江山 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妻 被别人裸去 所以他才做出 如此的举动 当年才会有叫 冲冠一怒 魏弘颜的故事 那么再跟大家谈谈 第二个 韩信 这个韩信呢 在秦朝 秦始皇的时候 这个韩信呢 他这个秦始皇统治 这个当时的秦国有十五年 十五年 当年呢 有一个著名的经事家 那就叫韩信 他出生很贫贱 所以人家说 出生贫贱的人 容易奋发 努力 能够成功 他从小 而且失去了双亲 小时候为了生活呢 只能到当地啊 他就钓些鱼啊 抓点青蛙呀 卫生 卫生 这时候呢 有位老太太 看见他没吃饭 就经常分饭给他吃 韩信当时非常的感动 他就对老太太说 老妈妈 终有一天 我会报答你的 没想到这个老妈妈 脾气比他还大 这个老妈妈很生气的说 你是男子和大丈夫 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我看你很可怜 才给你饭吃 谁还希望你来报答我呀 这话讲完韩信非常的惭愧 觉得非常惭愧 那些年轻人呢 外面的年轻人也看不起韩信 一个少年呢 看到韩信身材高大 经常配把宝剑 因为呢 当时呢 配宝剑呢 并不是说明你武艺高强 小孩子嘛 配把宝剑 说明你胆子小 在闹市区呢 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挡住他 挡住他说 你要是有胆量 你就把这个宝剑来赐我 如果你是鲁夫 懦夫 你就从我的裤裆下面 给我转过去 这么多人 大家都围过来了 哎呦 怎么办 丢人了吧 就明把明的 就是要告他了 要羞辱韩信 他不知道这个韩信会怎么办 只见韩信想了一会儿 一言不发 就从那个人的裤装里 转了过去 当场很多人都 哈哈哈哈 哄堂大笑 认为韩信 哈哈这个胆小鬼呀 怕死鬼呀 没有勇气 这就是后来传下来的跨下之路的故事 后来韩信成为下一个朝代 开国皇帝刘邦的重臣 帮助刘邦打天下 而且他每战必胜 立下赫赫战功 这就是别人说 要能够忍耐 忍耐忍下 跨下之路 他都能够忍耐 想一想了 不忍一时之气 说不定没有后来的必战必胜 刚刚前面跟大家讲了 还有一个就是苏秦 苏秦因为他当时在战国时期 那是很早 战国时期更早 比秦朝还要早 叫苏秦 他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 因为秦始皇当时是 已经开始吞并六国 一个个国家吞并 他变卖家产 因为当地国他不受重用 他就到了其他的国去找出路 最后官没有做成 钱用光了 只能回家 回家的时候没钱了 戴着那个破的草帽 然后呢 戴着烂草帽 挑了一副破担子 一副狼狈相 父母亲狠狠地骂他 嫂子 妻子眼睛都不看他 天天地骂他 讽刺他 羞辱他 肃秦受到刺激 他发奋读书 专研兵法 天天到深夜 累了困了 怎么办 现在我们人累了困了 还能弄杯咖啡喝 当时哪有咖啡啊 对不对啊 累了困了之后呢 他就拿那个锥子啊 扎自己的大腿 扎自己的臀部了 你们想想看 扎了之后痛了 他再继续读书 精神来继续读书 他那古代的人 男的不是那种 头发不是有长的吗 有一个鸠的吗 他把这个鸠啊 悬在那个梁上面 他只要睡觉了 头这么一随啊 这个梁上的头发 就把他一坠 痛了 痛了他就继续读书 后来人们说的 头悬梁 追刺骨 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么一年多之后 他到处再继续去 游说六国 结果因为他有这个 这个学的那个 战法的资格嘛 资料 所以他呢 居然被他成功了 六个诸侯国 定立了合作的联盟 啊 那么 苏秦呢 就是他挂了六国的相印 相当于丞相之印 成了显赫的人物 回到家乡 他的父母凶嫂 都后悔 以前对苏秦的态度不好 觉得很丢脸 听说苏秦要去赵国 经过洛阳 全家人专门赶到洛阳城外 三十里地的地方 把路扫得干干净净 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酒宴 跪着地板上迎接他 苏秦看到这些情景 前后对比 百感交加 所以探视到了 所以这个三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要懂得 能够忍耐 不能盲撞 你去看看 在人间 很多人失败的人 就是不能够忍耐 看看大的是事业失败 看看小的家庭不能忍耐 家里就破败了 就离婚了 所以很多人没有离婚 并不是他们不吵不闹 是因为学会的忍耐 等待机会 才破镜重圆 记住了 人与不人 其关系 成败很大 学博人来说 忍耐 不是懦夫的表现 忍耐 是勇者的象征 学博人只要凡事忍耐 不成一时之气 就能修成人鲁 所以在佛法里边 有一个叫人鲁静静 你不能忍耐的人 你怎么能静静啊 你看看 我们学博的人 是不是要忍耐 因为你今天 学观世音菩萨了 你就不能骂人了 不能生气了 所以也是忍耐 今日社会需要 人人有度量 去忍耐对方 接纳对方 记住了 修养怎么来的 从忍耐当中来的 忍耐的人 不仅能够和谐 人际关系 更不会做错事情 有本事的人 有本事的人不争不斗 用智慧来解决烦恼 所以大家想一想 忍耐的人才能做 再想啊 想一想 有一句话 载向肚里 坐在这里 挤的呢 也要忍耐 很多我们的佛友 坐在当中 看也看不见师父的 他们也在忍耐 他们是好孩子啊 他们就在忍耐啊 他们现场感应 他们都有加持啊 对不对啊 师父看见他们 看不见师父 师父更要给他们 多多的加持了 所以 一个人对自己 要求严格 但是呢 也不要 这个 也不要 对待别人的错误和过失啊 不要太过严厉 因为有些人呢 是疏忽 尽量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啊 师父呢 这个 今天呢 他不给我很多时间 因为他说九点钟啊 一定要 撤 撤掉 因为 九点钟不撤的话 他说因为人家十一点钟 有人来布置会场 在会场 明天有人要 啊 这个呢 所以呢 我只能少讲一点 对不对啊 如果大家呢 待会儿有一些男士 我们的 男同胞 如果待会儿呢 等到结束之后呢 起来帮帮他们忙 就这里撤一下 我看也用不着两个小时 他叫我九点钟撤 如果你们 很多男士帮帮忙的话 我看 九点十五分了 拖一点都没问题 那个师父其实很喜欢 跟大家开师 师父真的是 我真的是 讲心里话 我很爱你们 我觉得你们这些孩子 我有时候看到你们很可怜 我也是看到你们真的不容易 又可怜 又不容易 不容易啊 每个人都付出很多的 很多人家里跑不出来 很多人自己的孩子暂时先放一放 很多人为了学佛学法 都付出很多的 不容易啊 所以啊 记住了 不容易 以后才会换来人间的容易啊 你们看看 有一对夫妇不到 二十岁的儿子 二十岁不到 十八九岁 换听证 用尽一切方法 四处求医 还要暗访通灵 参加各种会 花了很多钱 吃了很多苦 二十 走了十二年的弯路 他都找不到 二零一二年 接触心灵法门 夫妇拼命念经 给儿子念了一千一百多张小房子 并许愿放生度人 仅两年的时间 没花一分钱 就把儿子十几年的幻听证 治好了 请大家 轻一听这段露营 同学讲 张佑时候宝贵的时间 在节目中分享夫妻二人 走过十二年 王路后 遇上新民法门 只花两年时间 就把儿子 换听正面好的成功案例 同学的儿子 到了一家 效益很不错 很不错的单位实习 二十岁不到 风华真貌 前途有望 却患上了幻听证 从此以后 家里变得不再安宁 夫妻二人开始 四处求医 暗访通灵 也参加过不少 寺庙的超度法会 都没有任何改变 直到2012年9月份 遇上新民法门 夫妻二人开始 给儿子拼命地念小房子 每天在活台前许愿 坚持放生 坚持度人 两年时间给儿子 念了一千一百多张小房子 终于把儿子的幻听证治好了 哎呀 太好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 十二年来 夫妻二人为 这两儿子 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 花了多少钱财 流了多少眼泪 没想到就是靠着 对观世音菩萨的 还要新民法门的坚定信念 还有师兄们给他的鼓励 分文不花 只花两年时间 就把儿子十几年 制度好的 幻听证念好了 感恩大师 他被观世音菩萨 感恩救护重量的 鲁俊宏师父 感恩同僧彼岸的 主位师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同修 并没有找过师父看图城 同修觉得 就算看了图城 也是要靠自己 努力和付出的 不努力 不坚持 没有信心的话 看了图城 反而让师父悲业 所以同修也希望 大家特别是家里 有精神患者的同修 能够生起信念 不要一心等到 看了图城在行动 要实实在在地 去践行三大八报 坚持不见 真的可以救到家人的 谢谢师父 你看这个人 对不对啊 当然了 师父也要讲实话了 对不对啊 看过图腾吗 当然 你不看图腾 有价值呢 肯定 实际上 像这种 也是因缘 缘分到了 它就会好了 对不对 所以 师父说 这个世界上 都是缘分 你看看我讲个笑话 在长假期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他刚刚跨上公共汽车 跨上公共汽车 他看见前面有一个 一个年轻人 哇 跟他高中时的同学 一模一样 他以为是他高中同学 然后他就 年轻人都是这样 巴一巴掌 拍上去 兄弟 叫他 在忙啥呢 叫他 结果 随着他一回头 那个 年轻人 慌乱地对他说 大哥啊 我可是第一次啊 接下来就把 三个钱包 偷的钱包 叫到他的手里 这个年轻人 目瞪口呆啊 他又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车上群众一片欢呼 便衣警察太厉害了 一上来就把小偷给抓住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缘分 你只要种因一定会有果 记住了 我们人间的一切都是因果 因为什么东西都有定律的 我们说有牛顿定律啊 有力学定律啊 这个就是佛法的定律 种因一定得果 我们天天在种善因 我们以后的果呀 真是开满莲花呀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师父不能跟你们讲很多 我真的准备了很多 那么师父呢 就讲三个比较 你们比较有趣的事情 来佛法当中 怎么把贪嗔是三个 形容为三个小的动物 三毒 你们想听吗 佛法当中呢 对世俗中的贪 他念 这个人很贪 我要这个要那个 他呢 他念了 他们用什么来比喻呢 用鸡 因为鸡吃了还要吃 鸡这个头啊 不停的 吃完了 两个手望 后面一放 还卖着方布 一看又有吃了 他又 所以佛法当中 把贪 念 他比成 用鸡来比成 称念呢 就是这个人恨 恨是怎么来的呢 贪了不足 贪不到 然后产生恨念 恨念呢 就是用一个动物 叫蛇 所以一个人恨别人了 就一条蛇在心里了 这个蛇呀 在心里会咬你的 你一恨 他就咬你一口 一恨就咬你一口 所以恨得越厉害 你心越痛啊 蛇厉害了 鸡 无所谓了 贪贪 不贪了 这个鸡就不吃了 对不对 蛇在心里呀 一恨咬一下 一恨咬一下 你看很多人就是 恨 太恨了 那么鱼吃 是什么动物呢 因为鱼吃 就是贪不到 后来发怒 然后呢 没有办法解决 自己又不知道 为什么得不到这些东西 就代表去做一些 傻傻的事情 就像很多人 追不到这个女孩子 她就去拿消枪水 去把人家脸给弄坏了 等等 这就代表鱼吃 那么这个鱼吃 在佛法界里边 用什么动物来比喻呢 我让你们讲讲看 你们有几个知道的 猪啊 说的对了 对不对了 对的 因为猪 它有个特点 不撞篮墙 不回头 他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的 所以猪 人家说你这个人 猪哦 蠢猪哦 所以做错事情 蠢猪哦 明白了吗 记住了 不要做蠢事啊 一做蠢事 你就 现在明白了吗 好 佛经上讲 有利益 我者 生贪欲 也就是说 只要看见 有利益的事情 我就会生出 贪的欲望 出来 为逆 我者 而生 称卦 佛经上讲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事情 做得不顺利了 违背了你的愿望了 而且逆我而行 然后呢 我就生起了恨心啊 和挂爱心啊 一直惦记着这个心 此皆始步从智生 从狂惑生 故名 故事名为痴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前面的贪和称 这两个 不会使你产生智慧的 叫慈节 使不从智生 没有从智慧生起的地方 从狂 狂妄 或就是迷惑 发狂 然后迷惑生了 故事名为愚痴啊 所以 那么一个人说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三毒 如果一个人不想烦恼 就不要贪 不要去恨 不要做愚痴的事情 你不会烦恼 跑到领导那里去 讲一句话 开始讲得慢好 领导笑的 最后来一句 讲得人家不开心了 回到家里难过呀 我慢好这句话 不要讲了 鱼刺了 猪啊 听得懂了吧 所以呢 要学会客气 客足着自己 行为和意识 都要客气自己 摆脱轮回 摆脱轮回 所以一个人 不能客气住自己的人 就不能摆脱轮回 所以一个人 要学会客气住自己 台长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 有的人 别人一看就知道 他一辈子都改不了 很多自己身上的毛病 所以一个笑话是这样 有个胖的女士 有一次到公园里去散步 碰到一个算命先生 就拉住她说 女士啊 我看你脸色发白 两眼发黑 最近肯定要有大事情发生了 这个胖女士说 少来少来 你这个假算命的 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 算命的说 不幸的话 你可以问我问题 如果回答不出 我分文不取 女士说 好 那你看看我 什么时候能够瘦下来 算命的什么话都没说 把东西收拾好 走掉了 这个笑话就说明 人控制毛病很难啊 很多人连体重都控制不住 你叫他怎么控制脾气啊 对不对 彻底的改变自己 学佛人的痛苦是暂时的 因为学佛之后改变了命运 我们就会不痛苦了 而不学佛的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本来还想跟你们讲讲 这个科学和宗教的关系 讲讲牛顿啊 当时对科学怎么理解的 今天时间关系呢 只能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那个师父最后呢 祝大家呢 要远离鸡蛇猪 要远离鸡蛇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